Ding of the Earth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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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們今天來到長庚大學電子系的半導體實驗室 大家對於半導體應該都有聽過吧 但是半導體實驗室究竟是在幹什麼呢? 它裡面是無層室喔 台灣的大學沒有幾間有無層室 我們學校長庚大學就有 然後我們請了一個電子系的同學 他會幫我們介紹這些機台呢 到底是在怎麼運作 然後要怎麼做出這些精密的晶片 那我們一起GOGO吧 這個呢就是我們電子系要幫大家介紹的同學 來跟大家學嗨 哈囉大家好我是負責這次他解說的徐智慧同學 那我們現在首先進去之前是不是要先來一件 對沒錯因為畢竟你們是算是參觀的人員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公用的一件無層衣來穿 挑一件比較新的給你 好謝謝 然後其實這個穿有特定的穿法 就是要從上到下這樣穿好 所以你要先戴上帽子 對戴著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要戴口罩 不過最近大家都戴著所以就直接跳下去 就是會穿無層衣 再來就是把無層衣穿起來 那最後的步驟就是把手套戴上 那其實最正確的穿法應該是會要把我們手套 把我們袖子蓋住 然後戴在袖子外面的 對 這樣就完成了 那無層是 就是 之所以會加無層 是因為我們會先進到這個封門裡面 會有 撿強的風 把你身上的一些會塵 都摔掉 然後再進到裡面 讓它確保是 一個完全乾淨的狀況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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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三個人 最多三個人 我們一進來就看到有同學在那邊做實驗 所以想親自 會告訴我們 他們現在在這邊等著什麼 他們現在這個狀態算是 剛把這個機台的製程結束 在時間的過程中 它會抽很低的真空 那現在他們在做的動作就是把 通氮氣之後 把真空的情況脫掉 把他們剛才完成的元件取出來 這一台機台呢 主要的功能就是在我們的 晶片上面度一層自己需要的金屬 那其實就是利用就是這個 這個是金屬嚕的 一個算是載台的一個東西 那上面的凹槽會放我們的金屬 然後會放在槍體裡面 那它會被夾住 之後我們會通電流 之後它就會進行加熱 然後我們的金屬就會軟化 然後它就會變成蒸氣 然後會跑到 蒸氣就會跑到我們上面 附著在我們的晶片上面 這個時間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OK大家我獲得了一個 圓圓圓的東西 所以這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矽機板的部分 要製作出這個矽機板這一片 其實會需要比較特殊的機台 那在學校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這一片呢 就是直接跟外面的廠商所夠 這就是我們最一開始的那一片 對也是大家常常看到的 一片這個矽晶片的部分 對 好想問你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我想知道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晶片 就是你說它要好多層 那其實這個晶片 所有的流程我們都可以在這裡完成 如果是相對簡單來說 就是沒有問題的 不要是那種手機裡面的晶片 其實在這邊在這個時間是 是足夠你做出一個很簡單的晶片 那首先是我們會有第一層的 所謂的矽機板 那矽機板這個部分 我們是跟外面的廠商所夠 所以這部分的製程我們就不會 拿到之後 我們要開始做我們的流程之後 我們的第一步就是要清潔我們這個矽晶片 那可以看到我們身後的這台機台 就算是我們的一個清潔槽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可以看到這邊是兩個水槽 那還有擺放一些溶液 那其實我們就是會把我們的矽晶片 泡到我們特定的溶液裡面 會形成一些化學反應 那會清潔我們的矽晶片的一個表面 那清潔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到我們下一個製程 好那剛剛提到的第一個步驟 是我們清潔我們的表面 接下來可能就會送到這種 爐管的高溫氧化爐裡面 那會去形成我們比較好的 品質比較高的是這種SIO2 那我們今天所要製作的原件 就是我們很常見的這種所謂的電容 那電容中間那一層其實會需要我們的 是一個絕緣的部分 那SIO2其實就可以提供一個 很好的絕緣的部分 下一個步驟 我們所謂的電容其實就只有三層的結構 那就是一層可能是金屬 也可能是我們剛才所說的系 那第二層就是一個絕緣的活摩 那我們第三層的部分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金屬的部分 那金屬我們就會用這種 真鍍機 可以沉積我們金屬 在我們活摩上面的一個金盤這樣 那為什麼要沉積我們金屬呢 就是其實就是為了讓它可以導電 所以我們就會鍍一層金屬在上面 那我們第三層金屬鍍完之後呢 就是會進到下一步 因為我們只鍍一層金屬的話 你的元件可能會很大一個 那如果需要比較精密的部分 我就會讓它變得很小很小 那把這個變小的步驟呢 就會進到我們下一個步驟 好那剛剛提到了 要把我們金屬一層 把它變成小小的圖形 就會進到我們的黃光式 那為什麼會是用黃光呢 因為其實在我們黃光式的部分 會使用到一種化學材料 那這種化學材料呢 跟光的反應是很強烈的 黃光的這個部分呢 是能量比較低的 那對於這種 跟光有反應的這種化學材料 它比較不會受影響 接下來我們進到黃光室裡面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那首先這個實驗槽 就是會使用到我們剛剛所謂的 那些特殊的化學材料 那可以看到這邊 這台機台就是使用我們剛才那個化學材料 我們會使用我們的晶片在上面 這個化學材料其實就是所謂的光組 那光組呢 會利用旋轉的方式 均勻的圖在我們的晶片上面 那這個光組接下來就會移到那邊 這邊所謂的我們的曝光機 就是我們會晶片放在上面 然後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曝光那個系統 曝光會用什麼東西來 對我們的晶片做反應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UV光 紫外光 會需要這個重要的所謂的光照 那上面就是有我們所需要的圖形 那在曝光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它放在上面 光在爆過照射之後 就會把圖形 有點像是印在我們的晶片上面 那反應完之後 我們就會再回到這個實驗槽 利用一個化學藥劑叫顯影液 把剛才就是反應的光組給洗掉 那就會留下我需要的圖形 顯現出圖形之後 我們就要進到我們第一個步驟的那個化學槽 進行時刻動作 把我們剛才所定義的圖形 不要的地方全部都實刻掉 那實刻簡單來說就是把我們不要的地方都吃掉 留下來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小小圖案 那你一整塊矽晶片上面 就會有很多你剛剛所做的電容 這應該算是最簡單最普通的一個 原件的一個製作的一個方式 簡單的一個製程就是大概是這樣 可以 好的大家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聽完詞位介紹 所以就知道我們用這個 然後經過這麼多重的流程 之後就開始獲得一個 就是手機裡面一顆小小的一個小元件 那也是最簡單的一個元件 當然有很多其他比較更難的製程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需要更深的一個知識 等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稍微研究一下 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這個實驗室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謝謝紫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我們在一起吃東西 我們下午茶 我們下午茶 跟上午茶 我們下午茶 我們下午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